段五姐準備來到 合比文操港頓法項部主關懷電 充分的約束賓中 也要請他們 再回到港頓聽法書講覆法 就出企劃審命的地位 團賞兩線的正靈靈 隨著段五姐腳步落入化 不就讓留學家庭可以發育過節 合比文操港頓 特別辦理法項部主和所長的關懷活動 而且要請留學鄉親 作為到港頓來聽法書選擁覆法 團隊正靈靈 文操獎堂學習佛陀慈悲洗手的精神 我們的導師 俊序師父是一位很慈悲的人 他很慈悲的關心我們這附近的一些弱勢的長輩 在屋子上面 我們做了一點小小的捐贈 對他們生活上有一點小小的幫助 在精神上面 我們有法師來開示 我們在疫情解封之後 不定時來舉辦 我們一些心理講座 也藉由我們的法師的開示 按我們這些參與的民眾 可以正面的思考 整個能量 承擔及居室標示 文操鋼等結合神聖民宿 共同準備200分的部署和所長 除了行程 發紅30分 給電影留學鄉親以外 其他也是委託 滴米快樂志願團隊 將愛心散告需要關懷家庭 在眾多媳婦也很無 何必彩虹報道 谢谢观看